字幕提供 好 財智翁升今日有獨立股票的人周嘉華先生 Ivan你好 你好 看到今天港股仍然一個上升勢頭 升175點 大股成交金額高很多 962億 不知道大家是否扔掉100元 還是9988元 對,過股方面一定要講一下,我記得上個星期Ivan在《財總勝》這個時段就講了136,說136就如有無人之境,恆騰網絡爆了上去,很多觀眾朋友都瓶瓶落到的,說是正的,但是見到恆大汽車昨天都動了,今天都站了四個半,抽了上去,四個七十多的, 恆大汽車又會是我們今天的節目多多去講的一個系列,不過先講一下宏觀大使走向,今次來到24,825點,革命美股都有得升,不過市場都憂慮,美債息那裏就比較難搞少少,看到科技股昨天都殺了下來,特別有某幾隻,之前熱捧的,譬如Zoom那些,單日跌14%, 那些科技股,尤其是實業式的科技股,即是沒有元宇宙的科技股,全部都好像走完票,那我交給Ivan幫我們分析一下大使先,麻煩你 麻煩你,其實我們看到整件事,就是我們下個星期準備期節結算,一早我們都講過,就是11月底最怕就是國內的銀根問題, 因為我們都有講過,就是MLF,中期借貸便利,現在就說有一萬億人民幣會到期,那這件事將會困擾著國內的指數,或者國內那邊的一些銀行股,但是我們自己看回大的環境就是,在美股方面,或者我們整個的避險情緒就開始出來了, 即是說,其實全球的投資者,你們自己看一件事,以前我們說避險貨幣,你看一個貨幣就是看什麼,看日圓,現在就是我們看稅浪,因為稅浪近來都開始升,其實那些錢會不會說,開始出回來,然後投入避險那邊呢, 那我相信美股是會有少許的調整,特別就是我們一怕的時候,就是那些科技股就會殺下來,然後那些錢會不會是斑枝梅潮回來香港呢,或者轉來走向呢,有沒有機會呢,都有機會,但是我們買香港的股票的這個市場,其實我們現在是炒股不炒市的,很多時候我們自己這樣看就是,喂,今天買什麼,可能買一隻1299,有幫那樣, 其實來說,銀行我們現在見到就是,一些銀行股是開始有上升的勢頭,金銀股是上升的勢頭,為什麼呢,我們在說一些叫做債券的息率呢,其實現在長期的那些是升,或者我們長期的優勢是高過短期的優勢的,即是那個支息率,其實這個是銀行是會樂意見到的事情,因為我問你,即是短期的錢可能一里,長期的錢可能一里,其實你說,我給短期的錢都是一里, 但是我借出去的時候,就是這本,變相我的息差,其實那個收入呢,將會提震或者提高,所以短期的錢呢,我相信就是,會由一些科技股,去回一些金融股 那這方面,其實是全球的環境都開始在做這個操作,但是就說,拿著美股,特別是科技股的投資者,是要小心一點,那我相信就是,都是那一句,我們一說,那個債券的息率一升的話,那很多我們特別是做一些叫做財務模型的時候,那個股值就會低了下來, 那所以就,但是如果那個債券息率是升了一點,其實就是利好金融股的表現,那投資者就是,我會建議就是,短期會不會追回一些的金融股,特別是有幫,匯控,這兩類的股票 是,那美股方面,看回一些副國銀行啦,那Visa 昨天都有些聲勢的,之前跟亞馬遜的糾紛都解決了啦,那我昨天都自己進了Visa,先玩玩它先,那再角度,那當然啦,哇,很多觀眾朋友都說,喂,厲害喔,Ivan 隻136,厲害的,那樣,那很多觀眾朋友都讚你厲害啦,那樣,哇,全部往你面上貼金的,那已經沒有那些說,喂,萬聯炒了蘇斯克查之後,昨天贏了維拉利爾,2-0那一堆東西,怎樣再說一下,先說,喂,可以呀,不分一口, 可以呀,是嗎,丙朗OK,是嗎,丙朗OK,有貨膠,是呀,終於,所有東西都,有時候人就是這樣啦,一順呢,所有東西都順的,沒錯,沒有說要結束的,那樣,好啦,那今天你說穩陣之選,就1299右幫啦,不過,巡禮節目都要講一下ATMXJ啦,那麼,J都還可以啦,先問9988啦,我經常都說這一句,哎,我自己身邊很多uncle auntie,吃飯的時候都拿,哎,阿里巴巴,喂,今天呢,創新低,不是, 只是創新低,是創了一直以來上市的低位,130這個底部,是不是有機會繼續穿下去呢,阿里巴巴有沒有機會穿120塊或者110塊或者100塊呢, 我相信120塊呢,創新低的機會就是會有去到的,但是,你說,可能我們之前這樣說的, 芒格那個位,135,140這些位,是不是現在穿來買一個呢,我覺得有些隱憂的,那個隱憂就是,就是芒格都可能會走, 就是,芒格都可能會走,真是,哎,芒格都可能會留不住,難搞,沒錯,沒錯,沒錯,這件事其實來說,如果你說沒有一些叫做大型的投資者出手,大家的陰謀還是十五十六的, 就是,我們說什麼大型投資者,很多時候就是,之前,你例如這樣說,Soft Bank那裡,只是這樣說減辭,沒有說Soft Bank是會說真實關於阿里巴巴巴,但是,我們說回整件事的話, 阿里巴巴,我們看兩件事,第一,兩件事就是,經常說馬雲怎樣怎樣,這件事不多說,大家聽很多分析, 第二件事就是,究竟整個馬雲金服,什麼時候是整改完之後可以拆出來上市,如果拆出來上市,你才提升到股值,否則的話,就算那怕業績交到數目比你的好, 其實來說,難輕地說,壯家要沽的,一定會和你沽到一百二,到時候就再震走一些人,但是,我覺得有時候,有些人就說,我買美股好過玩港股,港股那麼弱, 弱是因為這些科技股,弱了,我們很多時候就是,究竟是下一年,我們說了22年,資產配置的時候,怎樣配置的話, 會不會有機會提振回阿里巴巴,我相信是有的,但是,一大前提就是,他的馬雲金服,要拆出來上市, 你才可以說到,九個八百才可以繞上來,否則的話,我們現在都看得到,就是彈散,一彈散,一彈散, 九個八百就慘了,這裏下來的130那些位置,Pretical問兩個問題,一會同一條問題, 都會回答一下,110小米集團,說什麼呢?高位有貨,或者中間位有貨, 不要說很高,阿里巴巴說190元有貨,180元有貨,130溝不溝好呢? 我覺得130再開始低一點,低度可能真的125,為什麼說125呢? 我們自己這樣說,有時候用格子來看,可能就是15元15元一格,然後就這樣看, 會不會到達125,或者更加低,或者120呢?這些位置,我覺得不反對是你混, 但是混的時候,你有一個註碼去混,可能不佔你的倉百分之二十, 你可以拿著這隻東西,我不反對,但是,你不要整個倉百分之一百,都是一隻馬九馬八, 有時候真的,有些倉百分之十,我又不是說,今次又吹這隻136,不是, 但是帶了另外一隻,等下再跟大家說,我覺得倉可以大家靈活一點點, 有時候,你低一點點再吸,因為會拉回成本,我覺得又不用急, 主要是扣的,是,說完阿里巴巴,就說一隻180小米集團, 我很久沒見過小米,下去190元,其實這個位置都幾… 的客人,老實說,這份業績,你說很差,我很刻意覺得, 都是故意差,其實你說,雖然他就在共同富裕那裡參與到, 不是太高,而且你說,徵那些數據稅,就是之前阿里錄下來, 或者騰訊錄下來,很大程度上,都是因為那個數據徵稅, 數個稅,那小米就沒關係,但是就常言到,哇,似一時比一時, 現在蘋果股價歷史高了,這樣帶領一些,1415,2018,2382, 全部都按上去,就是小米按下來,還要按到19元這些位置, 也是,不要說超級高位有貨,我猜普通省戶最多有貨是24元, 或者這些,說22元,其實你也要輸,那22元那些,沒有硬是乾淨, 萬事止蝕,其實那3元我覺得簡單一點的操作, 但高位,譬如25元,這個密集重貨區,25、26元有貨的朋友, 又是什麼位置溝通呢? 我覺得再會低一點點,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今天的倉是殺了你,很簡單一句, 我好好的就是拆了佈格機,然後你看左邊的買入盆, 右邊的賣出盆,你看到買入盆也是那句, 叫做血肉長城,血沙包,19元的位置, 9球2,然後有2900多個去堆,會不會炸穿呢? 會,今天會炸穿,那你炸穿到什麼呢? 有沒有機會會建十八元呢?我相信會, 那你說,為什麼有時候,分業積出了,是比預期差,都是賺錢,不差,但是為什麼整件事會這樣,我們都經常說的,芯片短缺的情況,會到下年的二月,這個陰謀才會有望解決,現在很多大恐怖都這樣說,第二件事就是,我們在說做車,會不會有機會二四年,或者可能提早到二三年都會出來呢,有機會,但是, 但是,這件事就是,我們在說,做車要錢的,要錢的時候,有時候都會說,錢從何來呢,錢如果借回來,是要還的,還有另一方面,有一些叫做長債的話,我們整件事就是,他到時候利息的支出是怎樣呢,我們在說,可能真的一個加息環境就來的,當然以小米的角度,他的利息是會低的,但是,我們說得到就是,很多叫做不確定的事情,就是做車是不是真的可以呢, 是不是真的有人買呢,很多時候,就算我們看一百一零也好,我們在說做車,很多時候,很多國內的老闆都會說,我自己有一個很遠的藍圖,就是說要做車,到時候又怎樣怎樣怎樣 其實為什麽原因呢,為什麼要做一百一百口車,為什麼不可以開林寶堅利,和馬 backl 因為人家百年做車工藝,你不是說做就可以超越到別人 沒錯,因為我們說做車,我們要食證國策 食證國策,我沒有可能無端端,例如我自己 可能這樣說,我見到最近十多年前,煤很厲害 然後我畫黑了自己的臉,就有一個煤功 P2P很厲害,那時候2015年 然後我就扮沈振軒,穿金融才俊的西裝 我自己是金融才俊,我做P2P,然後又包裝自己做一個做車工 這些很多時候都是看一些國賊,或者潮流去做 但是做不做得到,然後背後燒了多少錢呢?不知道 所以整件事,我們都是說,以小米的角度 你去買的,是長線的,不一定是買車 我們經常都說,買小米,你一定要買IoT IoT的話,就是它最賺錢和最低成本的東西 我們叫做邊制成本最低的,可以賺到大錢 所以就是那句,你有IoT,本身也要有一個設備 即是有報紙,有報紙就是要有一個芯片 沒有芯片,其實是你做不到的 即是等於一份報紙,假設有很多版的 沒有娛樂版,就是賣不到那份報紙 或者今天沒有馬經,就沒有人買 沒錯,沒有馬經,沒有波經,就買不到的 所以我們都說一句,哪怕它有多少,自己硬件都好 那個芯片就真的沒有芯片 要去到真的,我相信,不要說明年二月 可能是否一月,以一個你可以等得到的 就是一月的時候再看 等兩個月再看這隻股票 有觀眾朋友,高位32元有貨 哎呀,32元有貨 如果是等到16元才扣,剛剛摺疊一半 都可以 以一些量度,我純粹覺得是這樣 我覺得呢,即是剛才Ivan說,就是IoT 其實它那個部件,那個部分,都有錢賺的 不過可能就是未如理想 還有它那個手機銷售,那年就沒有以往那麼勁抽 還有現在,經常說,就是華為又好像 競修回那個鴻蒙系統又怎樣怎樣 所以就,這個是有一點點的 我也挺建議大家,就是如果19元 我覺得捱不住,你反正有小米 你逆向操作,你沽一隻小米好過 沒錯,沒錯 就是沽一隻小米,即是你繼續存證股貨 你繼續坐著,你沽一隻小米 那即是,Tutu去到17元的時候 那你可能都吃一點,或者補回一點 五個好,一千好補回自己的錯 我覺得是比較難搞的,小米集團 即是,大家幾估不到,或者意想不到的 那Ivan剛才有說,炒股不炒股 個別股份都有些聲勢的 那你說,今天最厲害,1024快手 我今天都拿一些,我都叫一隻快手上去 108,吃了少許而已 最重的,終於吃都是吃136 那觀眾朋友都很想你回答 136,有些全部都用Ivan Sir去形容你 很厲害,突然加了Sir,好像很厲害 Sir只是稱呼費價信才是Sir 不,我也是尊重你的 多謝 我也是叫Ivan,可以嗎? 可以 Ivan,我三元有貨,上網多少呢? 就是136 有些觀眾朋友,KY 說KY這個名字,夠豪賣 過七就入了,過七入了,開心了 過七入了,現在都未離開了,感覺到你 那136還可不可以看看他呢? 我相信可以 就是那句,開出來的時候就繞了上去 繞了上去的意思是繞得很快 當然,我們在說一樣東西 一個禮拜前,不是認屎認屁 只不過一樣東西就是,如果他要掃上去 大家是怕他之前的跌浪,然後就害怕了 但是你說,整件事的格局就是 現在的11月尾了 我們Friendsgiving就是接下來的 一個月之後是聖誕檔期 聖誕檔期之後 後一點就是農曆新年的檔期 會不會有機會就是136 又會有些電影會出來 有來了,長進狐二 就是要拿紙巾進去看電影 除了PTGF 要拿紙巾進去看電影 因為真的很感動 不要想這些壞事 長進狐真的要拿紙巾進去看 真的很感動 感動之作 梅遠芳也很感動 沒錯 很多好戲的 接下來還有很多不同 Spider-Man我都拿紙巾進去看 如果你看到三代同堂的蜘蛛盒 即是Toby McCry 然後Garfield 還有現在Tom 我真的很感動 沒錯 我不枉此生 又要拿紙巾進去看電影 我可以先走 你不再在這個平衡宇宙出現 可能在另一個平衡宇宙 香港依然是很好 沒錯 不是說現在不好 更好可能更好 沒有湯火問題 是的 借野豬可以很活潑 人速共融 是的 路面很和平 所有東西都好 恒指四萬點 高高高 是的 136 是不是繼續持有住呢 如果有貨有朋友 但是沒有朋友 只能追進去呢 如果沒有貨 其實有點尷尬 就是什麼呢 我們說的是 柯總之前說三元二 柯大位 他們本身入了場 柯總的位 你可以參考 是不是三元二去到 但是他們想得到的 就不會跟你這麼快 就結束了整個派對 我也是說一句 他現在大概 我們說的 可能就是二百多億的 或者大家可以Polish一下我 即是多少錢的市值 因為我沒有記錯的話 如果他三百多億市值 三百多億市值 三百多億市值 謝謝阿澤 三百多億市值的話 我們要說 他做一些叫做交易 真是堅搞的 他不是說 拿了這件事 然後不搞 以柯利明 做主席的性格的話 我相信他會有心 搞好這間公司 會搞得很漂亮 是 我們說的另外一件事 你們觀眾 就是 有時間可以看一下 他的資產負債表 那資產負債表 其實他有一些資產是相餘的 我們之前都說過很多 商業是怎樣計算 怎樣撇像 但是未來會不會影響到 可能他的資產是很少的 但是 你說堅抽做事 會不會提升他的資產的價值呢 因為我們說 大陸有沒有 尤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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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因為 內地的版權 還未釐清得到 是 大家都還是 喂 你有沒有連結 有沒有連結看 大家都不付費看 入戲院有兩件事 因為入戲院 影音效果不同 因為大陸的戲院其實很厲害 所以你們可以看一下 IMAS China 其實是升了很多的 你說 從二三月去計算 那條斜線很漂亮 不過 我自己也沒有課 所以免得拿出來講 但是 你會了解到 他們還未學習到 但是 一旦他們學習到 就可以用Netflix的收費 因為全世界都在玩 那個付費系統 就是 Netflix 大家都是在大陸網站看 譬如說 我昨天都看劉亞人的新劇 什麼地獄 什麼鬼鬼 很好看 說邪教 真是好看得瘋 不劇透真是好看 比魷魚遊戲 第一天點擊 已經是比魷魚遊戲好 這個台語說 現在有DC Plus 所以如果像Ivan 其實 136正在賣原景 以後 內地版Netflix 那就搞定了 是的 是的 很多時候我們怕 136 其實有兩類型的投資者 會怕 第一類型的投資者 就是什麼呢 一些資深投資者 所謂資深的意思就是 他們可能是 九零年 零零後 零零後 入場 玩這些股票的投資者 因為以前叫做Mascot 馬斯國國際 最怕就是 它會不會有一些 叫做向下跌的空間很多 一年可以跌到百分之五十六十 但是現在不是 那個叫做公司已經轉了 另外一方面就是 說真的 我們是買個人物 就是Ozom 我們是信Ozom 會不會未來就是 有更多的猛人會進來呢 就是我們自己 我相信就是 以Ozom的情面 或者以本身 這間公司的股東的背景 我相信 是可以請到那些猛人進來的 到時候會不會再 泵多一股 可能會上到五元六元 都是那句 我們炒股票很簡單 就是要錢 其實 哪怕你 很多時候觀眾會問 究竟是什麼時候升 沒有錢什麼不升 有錢什麼不升 很簡單 就是我們自己這樣看 一三六就是沒有錢 沒有了恆大 那邊的背景 就是股權 會更加叫做 有些控股股東會拿著 拿得很實 其實整件事 他們要發展 一定會發展得到 我們買 就是現在買的 柯總未來怎麼做 就是一三六 是的 講完一三六 昨天地板有 行詞又開車了 七零八 昨天節目時間內 都升得挺厲害 就是股票 那些股票 我知道Ivan在其他平台 都有提出 恆大汽車 你又有什麼看法呢 我們自己看 恆大汽車 以許總 其實來說 我們不是說 顧著一堆 外面街 很多坊間人士都說 他顧著一堆 其實不是的 許總厲害 有很多事情做 但是 以恆大汽車的話 其實是堅抽搞 第一他要三分配股 第二就是三分配股 給投資者 我要交代 不然我們之後 如何配股再配上去 第三 就是 很多時候 你們觀眾 有機會再看新聞 他們本身 恆大汽車 有些飯堂 現在飯堂 要付錢 代表員工不好 不是的 有時候 賺不到錢 賺到錢到時候 就有這些福利 但是有福利 也不代表公司 曾經有一間佈業集團 裡面有用機 給這間佈業 停了 對員工好的企業 不代表他 真的會交給投資者 沒錯 沒錯 所以我們自己這樣看 他們都很好 有些資深 或者叫做高級的員工 他們都會 批了一些選擇給他們 有些是十多元 大家自己的觀眾去找 我相信 有沒有機會見到十多元 今年是困難的 但是 以許總的性格 就是說 說得出 就要出車 希望在下一年的Q1 那時候 就會出到一些車 首先 我們經常看新聞 就是出行詞五 行詞五 其實大家看 真的 又不是說 好像一輛Lambova 但是我覺得 都OK 挺贏 然後 我覺得 有沒有機會再炒上去 第一 一定會有 第二 要對得住 接配股的投資者 第三 你再炒上去 其實來說 他要多些錢 配股才會說 整件事是說得通的 是 可以看看 電能車股 也不是一隻 反而 帥仔 就是一隻9868 有好消息 9868 小鎮汽車 有好的 是 9868 可能有一點 輕 9868 207.6元 是 209元 創了一個新高 列口高開的 只有他跑出 說真的 你說 蔚來 理想 在美股表現也沒有做得這麼帥 小鎮可能再有機會夾上去 因為現在可以縮小一點的圖表 香港這邊就完全沒有貨 他一夾就夾上去 你說 美股 逐股逐股買 當然我知道很多年輕人 喜歡炒美股 我也喜歡炒美股 但是很多機構投資者 一嵐受買 就在港府買 所以有個基金 可能要一隻小鎮 也不奇怪 因為出貨量和車毛 也是挺帥的 下份業績 也是對版的 這樣 這次這樣看 就不可以三寶一起看了 不可以 蔚來小鎮理想 這樣看 我覺得有點賴低了一隻蔚來 這個是我自己也跌眼鏡 因為以前這三隻裡面 我夾起來也要買一隻蔚來 我就慢慢地 因為小鎮的Logo 那個X 很慢慢地 做什麼X 但 做什麼X 跑出就是小鎮 有時候是這樣的 就是 我們也不要水晶球 我們預測染藍的 那些也不染藍 但是有些人進了港股通 但他又不代表他交代島 好像一隻勤聖鑊 昨天才爆了上去 但是你星期一爆不爆 不爆 不爆的 Helen's 是不是 凱倫斯爆不爆 不爆的 入了沒有人買就沒有人買 這些就是比較難搞少少 不如這樣 等我和Ivan喝口咖啡 轉頭回來 就和 Tim說你的412 山高金融已經7毫子 有沒有機會再上 很厲害 山高皇帝遠 沒錯 轉頭再說一下這個 謝謝 是衍生產品部副總裁 麥榮儀做嘉賓 每逢港股交易日 星期一、二、三 朝早於不同的時段 和大家分析大事 教大家如何利用其他衍生工具 找多些機會 給你建議 請坐下 打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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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 打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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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市场——MARKET 即交易 GRADE 即介绍黑和白之间 灰色地带 经过香港交易所的肯定是合法 不经过也未必不是合法 就叫GRADE 即是两者之间 私底下在上市之前一天进行交易 就可以叫做GRADE MARKET 但留意一定要是主版上市才行 创业版是不行的 MARKET 即交易 炒股票想赢钱其实非常容易 记得留意我们UPTV 如果大家想看更多不同的财经分析角度 记得订阅我们的UPTV Channel 如果想知道财经消息 想知道最近哪只股票 买得过记得 Like我们的Page Subscribe我们的Channel 留意我们的节目啦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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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 我是莎莎 我是2019亚洲小姐 香港区贵君和最上镜小姐 廣东话、英文、普通话、荷兰文和德文 我都是懂的 个人就是想在主持方面发指先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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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鄭通南 我是这部电影的导演 大家多多指教 Hello 大家好 我是Larine 鄧玉萍 在里面飾演紫醇的 好 继续回来《才智宏性》 Ivan又带了一些礼物给大家 这礼物就是北京清洁能源集团 1250 偶爾也有观众问一下 形成雙底的形态 抽星很厉害 16% Ivan 怎么看呢 当然我们今天看的消息 就是1250 就是有412祝福 412就是三公金融 就已经是入股 但是你说 入股第一注 有时候 1250 会不会再升多些 我相信会 都是那句 入股 升得这么少 十几% 那也叫少 不够多 我们说一下 1250 会不会再有机会 会 叫做推升 我相信有的 第二件事就是 通常 我们自己还一只股票 或者很多证券行 如果有机会的观众 證券行 我们叫大哥 或者大姐 有时候 一知道 我们叫转档 转档就是先股变蠔股 蠔股变蚊股 或者我们两毫半 两四九到两毫半 那些叫转档位 通常很多货 是会质出来的 就是大家清 今天叫做打了一毫子的大佬 一毫子 推升上去 有没有机会 会见到两成至三成 给大家看 我相信有的 因为那一脚 今天是有的成交 成交是推升上去 我相信 未来的两天 可能星期四 星期五 成交会会继续多 所以观众可以继续 我们有时候说 1250 以前就是看 一个灵魂人物 或者我们一个灵魂集团 就是北京控股 那边就是一个大股东 但是现在不是 山东高速 这边 412 这边进了股 有没有机会 会推升 从而之间 412 会不会再推升 因为之前我们也说过 412去过节目 我们也说过 412 其实都比较有趣 他们自己是发展 我不可以叫做全方位金融 我叫做雷金融 雷金融就是 他不是银行 但是他借钱 最近都帮街少业 是不是 就是 拿了一些股份 但是他借钱 还没帮到街少业 还在停牌 街少业 待会有时间再可以 好好好 但是我们自己这么说 街少业那边是帮了 但是 他会不会帮其他人 或者入股 从而之间 就是说 我们说山东高速金融 山东高速作为 妈妈 其实大家有机会 去看山东高速这家公司 其实他们会收的路费 我收的路费 我要做投资 投资什么 就是现在这些 其实他们很多时候 就是透过412 这个国际化窗口 然后走出去 从而之间 投资不同类型的东西 包括债券 票据 或者基金 或者其他上市公司的股权 那我相信412 有机会 就是会再充公一点 今天其实来说 那些货是会集中 可能是7毫子去数 但是要货 要沽的 都已经是沽了 会不会有机会 短期可能会挑战9毫半 这些 1元或者 1元 像刚才你那个行法 就是北京清洁能源 那你都会说 1元就是指标位 因为上了1元 就没有10元 10元就上了100元 是 没错 所以我们整件事的话 其实412 是有机会 我们有个憧憬 是可以再上多一点 就是哪怕你 可能之后会跟我说 喂 真的去到1元 去到1元的时候 大家再跟进一下 好不好 但是现在 其实来说 有机会观众 了解一下多些山东高速 然后的路费 从而之间 就是说他们 怎样去支持 就是怎样去支持 412的发展 他们其实以前有些债券 他们都会做一些唯好的 唯好的意思 就是说 喂 我们叫做 我担保的 其实他发这些债券 412发这些债券 我是担保的 所以其实很多投资者 很快拿这些债券 很快卖了 迎购这些债券 所以我相信就是 以412背靠着 真是说 阿妈那边的实力 其实是有机会 可以见到1元 或者是更加高的位置 嗯 可以大家都看看 想想 都是一只 升得很厉害的股份 今天升了30% 好像节目头的时候 说炒股不炒市 你说 喂 你仍在看ATMXJ 我就sorry 我觉得难搞少少 你看那些小米跌到这样 我不如你走了它 然后转一下仓 駁一下这些更好 那我昨天都说 喂卖的 就是我都开了一只 776出来 和大家分享 名字啊 或者第二个科技集团 搞电竞的 你说电竞搞什么 你千万不要像那些 那些最传统的股评人 跟你说 喂很懂电竞 雷蛇 几乎打了英雄联盟 那些 那我不信的 他一说我就立刻跳船了 就是1337 虽然就有些声势 那当然你说4个1 那就是 陈主席他也有说 喂 未成真的 我们就当一个普通 gossip talk 没所谓的 是不是 那股票又没有想起来 就是实力可见一班 那它慢慢低一点 你就再买 1337 就不是因为那些传统股评人 跟你说 喂 现在英雄联盟 大陆拿了冠军 中央是瑞耳发展 我想说 首先 就不会瑞耳发展 就是不按他也很可笑 对不对 就是作为打机来说 每个都去打机 哪个都去北京大学 哪个都去清华 哪个都去上海交通做官 哪个都去做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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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根本上这件事 是不会发生的 大家不要吹到这么大 吹到全民电竞 对不对 转个角度 回答一下 观众还有问题 Bianca问你 609851.55 怎么看上网多少 应该入货 其实整件事 我们说6098见真章 就是以一个叫做财报 就是业绩 来和大家说 喂 将你的货继续持有 但是 你说跌到什么时候去买呢 有时候 就是物馆股是挺划算的 但是划算的 划算的 就是什么呢 这个数字很帥 对不对 6098是不错的 但是如果我是2007 那是怎样呢 有没有机会 看法 妈妈向下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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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余的话 我问人借钱 喂 蒙先生 你借一亿给我吧 2007你借一亿给我 你可能说 我不会借给你的 但是喂 6098 蒙先生 不错啊 OK啊 行啊 很多时候 其实现在的 鼓劃是什么呢 就是 可能 妈妈 就叫个儿子 借钱 然后其实是拖到儿子 很多古评人都说 为什么最近那些 墨广股 有时候会掉下来 其实没有事 一向都是很喜欢的 很棒的 我们炒的墨广股 但是为什么墨广股 会掉下来 有时候 妈妈 借钱 以前我们说 不是叫以前 可能近两个月 在恒大财富才知道 或者街少业 那些 原来有一些 叫做什么 务资的钱 这些财富产品 原来有这些 其实大家后知后果了 很多时候 6098 现在影响他一件事 就是 不是说 其实业绩是很漂亮的 因为他吃了很多 我们在说的 就是同业 然后那个饼 其实他 他哄战了很大 他自己的业务 他自己收回保护费 不是 收回保安费 没错 他自己收 那些管理费 没有说减的 是啊 住了这么多年 没有一年是减管理费 是啊 对啊 比较难搞少少 但是如果他 观众朋友 51有 51.55有 如果他做的话 距离他买入价 其实相差 約1元左右 是否应该再收多一段时间 你觉得 再收多一段时间 我相信 反弹会出来的 反弹可能大概 碰到48元 哪里 然后都相信 反弹 不需要害怕 就是说 如果你51.50有货 其实来说 你看看 他会上回55元 如果55元 你就可以只赚他 但是 一件事就是说 如果 他再串 可能之前说 是40多元 40多元 这些位置 麻烦你到时候计算 是不是走一走 就是这些 其实 他可以是 没有先兆 也没有征兆 然后 就跌了下去 但是 我们也是说 他越近 他出财报 或者叫 年终的业绩 那时候 你就应该要持有 他的业绩 相信是很漂亮的 你的粉丝 一队 就问3998 不是 399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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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斯登 波斯登 星期四出业职 下一日出业职 之前都不算大大炒菜空间 就问一下你 有没有机会上回 6.2 他的买入价就是6.2 波斯登 怎么看呢 波斯登整件事的话 我们真是很黑心都要说一句 就是炒 拉尼娜的现场 越冬越土 我们多数来说是会这样炒 但是很多时候 冬天已经来了 应该这么说 我们来了的时候 大家会不会炒这些股票 以前是会的 但是 他炒不到的话 其实来说 你不见它爆上来 不见 其实来说 如果我们真的画图 这些是很好的教材 一个三个型的形态 代变格局 向上还是向下 其实来说 我相信 如果他炒不到三个型态 有机会 我们说的是 落到5元的位置 哪怕你很多时候 就算天气是很反常 人们对羽勇那方面是怎样的 但是 其实他们现在发展 不是全羽勇的 可能有一些 潮牌男装 潮牌女装 潮牌的时尚服 这方面他们会发展 很多时候 会令到公司的资金压力 是会有一定的影响 但是 我们自己这样看 看图的话 就小心一点 小心一点 你去到5元边的位置 如果真的 穿了5元 到时候你打了5元边的位置 你要小心 但是如果说 不是整个三个型 你可以向上外的形态 挑战之前的高位 6元3左右 那Kitty就问 1月269 若名生物 102元入了 怎样做好 那没有怎样做 昨天这个位置 买得挺漂亮的 可能又去回九十多元 给你买吧 没错 整件事 我们都是那句 官媒之前说过 一些叫做CRO 非常之暴力 但是 我又不是说 官媒说得不适合 只不过就是 有时候投入的资本是真的很多 就是 你有没有机会 我们说CRO 如果说报理 你就再开放多些市场 或者这个专利 可不可以 叫做 卖给部分的公司 因为CRO 其实来说 真的很少 但是 我们这样说 市场的发展 非常之大 如果有102元 或102元 买了 我相信 有机会上回110 110 到时候你突破不了 吃掉它 吃掉它 所以你真的要看回 这件事 我觉得 格局 是会比较弱一点 因为 还是说 不是怎么跟市场走之余 之后就是 它很快又回落 我觉得 如果你穿了100元的时候 可能说 真的2%有止蚀 我真的这么说 穿了100元的时候 有机会沽下去 真是90元的位置 所以真的要留意着 是 诶 诶 李叔说说说说 又升了一点一点 看看好不好 1.1.0 日子 回落 你便自己赚了 然后又转下 13元 我觉得13元 反而值得期待 跌至一个位置 不过 有另外一位观众朋友 问你 18.77元 均实生药 那今天都跌四个四 赖了一月高 49.45元 这些最尴尬的 你算下一个月高 然后再下来 是的 观众朋友 47.5元 是否下跌了 還是整顧上面多少錢有阻力的位置呢 交給你答一答 謝謝阿菲 其實整件事,我自己這樣看 如果盤已經出賣了它,就是很乾,很疏 即是你負責它下來,可能你估它三萬股 都已經達到它差不多六至七個價位 我們說整件事是什麼呢 如果它今天這樣負責下來,手不穩45元半的話 其實你就要看看是不是真的走了 但是你說走了它,哪些位置可以撈回來 試試找哪個位置,你自己看看是不是撈回來 始終一樣的就是,它的盤也好,或者它的成交也好 真的很疏,你自己這樣看 它一個億都不夠,但是成了大概一百七十多萬股 所以真的要小心炒住這些股的話 你一不對勁,或者覺得你真的要吃的時候 你就看著,看著那個時候 你是不是放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三分之一 好了,現在的事情可能就是說 現在趕來也沒用了 你看一看是不是 一穿四十五元邊的時候 你就要打了它 然後四十元的時候,你才撈回它 觀眾朋友問,6060,中安在線 八十元有兩手,撈回了很久了 打了它,還是什麼位置會比較合適 6060,我不會說最稅 不是那麼好 最壞時間 就是它投資了華盈的債券 我投資了華盈的債券 然後現在怎樣去計算 怎樣去計算 我真的會影響到那一班 其實這件事很尷尬 第二件事就是八十元有貨的話 我又不會說你去調查也不是 一隻不是那麼好的東西 就不會去調查 就是不需要再浪費時間 如果八十元有貨的話 不如這樣吧 你給一個時間 如果你年終,今年十二月三十一號之前 你真的升不回三十元的位置 你就會走掉了 因為你走掉的話 其實整件事的話 你才有資金再買其他東西 第二就是你怎样追回这些股票 就是找一只更好一点 否则你继续持住 我不会反对 但是你真的不要说要扣它 因为说用那边的债券 其实来说令它是一个致命伤的 整只劳永屋病 真的难搞少一点 那几只都差了 连京工健康都不一样的 其实你健康全部都没有 那你中安在线的时候 这类有少少互联网金融的概念 你看到一只1833 你也知道是多差 今天也是创基本上历史的新低 平安好医生 这些股份很难搞的 你不要一直说 拥抱强势股 其实说真的 你今天下跌股份里面 有些都值得去看的 值得去吸纳的 会不会来 这些会相对好一些 譬如1929周大福 今天不是通关的吗 今天跌了10% 对不对 那你说这些 你坐下来好像没有走过 买又不是走又不是 真的比较难搞 我又觉得 你看回整个版本 在50大下列股份里面 我都没有一只 自己喜欢想买了 我不知道Ivan 你觉得今天跌东西里面 有没有哪只买得到 还是还是 拥抱刚才说的那几只恒大系 反而还在拙处逢生呢 整件事都是说的 我们现在好像一个炒股不炒市的格局 有时你看着指数 和一些权重股跌下来 你会很怀疑你的人生 是不是 你正在发梦 还是怀疑你的人生 是不是有问题 不是的 我们都是那句 钱 他们会炒 你们自己玩一些成交大 然后有消息 消息是出了来之外 他们会继续有机会做上去 刚才也说了 两只股票412和1250 这两只股票大家可以继续跟进 我们自己这样看 412会不会再高一点 刚才已经说了 大家自己重温一下 但1250我相信 这个直播空间是会有的 因为我们也是说一句 如果我们412买了或是入股 1250的话 我们说清潔能源是整个大国策 即是国家的政策 大国策的话 我们自己这样看 会不会说 1250他们山东高速那边 因为山东高速有不同的子公司 大家真的上官网去看 然后子公司会不会再跟1250合作 或者本身来说 他们跟北京控股那边 会不会再谈一些事情 如果我们使得1250真的坚图在做的 这个真的是拭目以待 但整件事的格局就是成家是会继续有的 我们自己这样看 可能是周大福那些也好 或者我们自己这样看 其他的金普股 好像590或者6福那样 其实这些下降了下来 但一样东西就是要等全面通关 我们等全面通关的时候才会 那是不是在传12月9时 10月中 10月中 或者12月10号 我没记住12月10号 因为投票是10 是不是要先投完票 先投完票 先投票 我也不知道 不知道的 不要说投票 先说金普 所以这些金普就是等全面通关的时候 你才再去说 才再去看 因为很多时候就是消息 消息就是业绩令 业绩令 现在的钱就达了下来 不需要看着 你说周大福 你真的要买 当然不是今天买 他达得下来的话 他有机会再 或者有更加深的条件 可能会达到13.5元这些水平 到时有13.5元才买 但是观众朋友15.7元有货 那现在是不是应该先走走他 你觉得 要走走他 他说之前设置了一个买入价15.7元 谁不知 今天就很明显入了 应该已经入了 现在跌了这么多 应该怎么办 15.7元 如果你今天上不了15.5元 你就要先斩 15.5元是什么意思 因为他今天低落是14.5元 如果他上了1元左右 其实你说 有机会 可能明天就会有空间 让你走一走 但是我还是要小心 真的 他可以 跌得下来 14.5元的话 有条件更加深的 可以跌得更加低 所以在这些股票的时候 你不可以用一个很正常的看法 就是说 我这个消息出了 就会令到这个股价会上升 就是说 我这个通关的消息出了 就会令到上升 不是的 如果是的话 你看一下178元 178元 应该会上升 上升的又不是一个高位 不是升穿之前的高位 不是 所以大家对通关重视 这件事是15.16元 是的 OK 转个角度 不如看看3690美团点评 观众朋友 转头上升了 昨天就268元 入了一手 现在是不是应该先吃糊呢 这件事是 我也觉得 如果你手稳住 270元边的 你自己觉得 你可以拿着没问题 但是如果你一穿270元边 你走了 我不反对你现在去吃 因为 都是那句 股份的轮动 今天炒完这只 炒完A 明天炒B 再炒C 再炒D 但是A 就会掉下来 其实我们在说整件事的话 美团以你一个什么角度来拿着 以中长市的角度 你是会买它一个 类似新业务 或者我们的投资 因为它有芯片 技艺人 这些东西 但是你说不是 我纯粹买一个 外卖平台 Ticket 我不会反对 你继续拿着这个股票 但是你要知道 就是你长期买它的新业务 反过来 就是以一个技术含量 就是我们看个图 270元 还是能够支持的 你可以继续拿着 但是一穿的话 你就应该要走 好 那最后说到音乐云 是吧 是 因为一新股上 你顺便帮J.Fone拉票 没错 J.Fone 支持J.Fone 就是支持你自己 OK 就是去这个 ChickChart 拉票教主 支持一下 我知道有些观众都听听歌 OK 但是那只股份 11000元入场费 值不值得抽呢 好像反映到 颇快热烈 还是投资势头都在中面 你觉得新股市场 新股市场 其实我们自己这样看 现在的钱 我们也不算多 所以为什么港交所 有时候会跌下来 因为成交不行 但是如果他这么急 要上市的话 他就预计 那个股价 定价可能会低一点 哦 定价就是说 比投资者有水位 所以我觉得 可以抽一点 但是不需要 全入或展示手 不需要你抽一点 就是用现金来抽 嗯 那就可以 部署一下 试一下 10000多元 好过你浮一下浮一下 拿着10个 放在股海那里 买的小米又输 9988又输 腾讯又不动 是不是 这些麻烦 是不是 刚才我们说的 虽然说136 708 那些 不断升上去 或者高山金融等等 不断升 但是imitrain 你拼中 就是 拼输 对不对 你拿着州大虎 无端端下跌10个百分比 你都哭很厚 是不是 就是各边有些股份 都有些弹小 就是你不是说 染完藍之后 也继续有好的前景 你包括网易 这样你看到他 是不是 那你说 我们今天都高位 有些回吐 沒有大家想像中那麼好 特別是市況 現在又不是連續升幾個交易日 都是大牛市 即是搓上搓落 看看可不可以多選一些焦點股份 如果選中焦點股份 可能下星期三大家又多謝Ivan Sir 周大師 OK 今天的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希望能夠幫到一些散戶觀眾朋友 下星期再跟Ivan聊天 拜拜 好 好